进入八月以来,黄河兰州段迎来入训最大流量,水面越来越危险,几乎每日都有落水者,有醉酒失足的也有轻生者。 今年36岁的孙宝青是兰州白塔山码头开快艇的人,也是兰州市地方海事局水上搜救中心的一名志愿者。 从夜15年来,每当听到有人落水或接到搜救电话,他的身体就像上了发条,摁了快进键,他说,因为多耽误一秒,可能一个生命就没了。 2005年起,兰州市地方海事局水上搜救中心,经历了14处黄河搜救救救助站点,负责黄河兰州段全长约150公里水域搜救任务。 像孙宝青这样的搜救员有60人,救援力量全部由民间志愿者组成。 孙宝青说,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,伸过去的手就是救命稻草,救得多了还要会心理辅导。 十年前的事情,那是那考上大学了,说家里没签,没签工,最后上来,从中山球要跳的,我们过去的两个团落上来,落上来以后拉到那个码头上,那还有第二次跳呢。 完了就我们几个压住,压住以后,那倒到一杯开水,放上最后,把110的最后就拉走了。 14个救助站点就如同黄河上的120一样,每年救活上百条生命,每年水上搜救中心还会定期组织水上救援演练,在救援的同时保证自身安全。 那人刚掉下去,刚跳过的时候,他就是刚下去两三米三四米就自己扶上来了,扶上来以后,你们救援的人就看见头出来,你就看中时机,一把抓住挖上来就行。 万一拉不住,你车过二三十秒人,喝上几口水一呛着,往下撑着不行。 有那么有的人呢,你团开到跟前,一把抓不住呢,那的手上来把你抓住,抓得很紧,跳给的人也很紧张的。 截至目前,搜救中心累计处置各类水上险勤800多起,仅2020年上半年就从黄河里救回65人,救援成功率达95%以上。